HELLO 大家好 我是總捷 今天我們會出來巡台 今天我們來到了 這邊是為無期這邊 那這一間呢 就是無期的老點 我們挖機的老點 就之前蠻常來巡 而且還有打那個 就後面有一圈公仔 但是四個至今 我們今天來看好像又不見了 又沒了 雖然沒關係 因為這邊的台子 還是有非常多可以玩 那我們再去玩看看其他的 來 我竟然發現我在FB 那時候我在滑FB 看到滑到的一個廣告的一個商品 就是那一個 折疊拖把 它就是用手指 然後你這樣去插什麼 廚房啊桌面啊 然後用手指這樣子就可以 也就可以把水擰出來 就像我們之前 國小我們在拖地有沒有 那海綿拖把那一種 就那個的功能跟那個差不多 結果我還去網路上買 今天巡台竟然發現 我阿姨竟然有 那我幹嘛買 夾就好了真是的 那你買的有用嗎 有 是嗎 我有用過兩次 對嘛 欸 因為平常那邊也沒什麼絲啊 我平常幹嘛去用 喔 對嘛 你要那邊有絲才會用啊 那這個應該有點重喔 因為它有鐵塊 捏起來特別的沉重感 彈一下 然後呢 白色嗎 對白色我把它拉倒好了 倒 欸 差不多差不多 來我們直接來吧 哎呀 它下爪很慢 所以應該要 這個低度應該是要打到 三拍去了啦 這樣子差不多 但是這角度會比較小尷尬 喔這個打出來拿來抽獎 我覺得非常不錯 因為這個 這個算是一個很特殊很特別的一個商品 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見 算是一個很酷啦 鹿 起 哇 不會啦不會啦不會啦 吃下去 欸 欸 起來 喔而且它出貨聲異常的大 對啊這跟我在網路上買的那個 超像 真的超像 但是怎麼 總覺得這一個好像比較大一點點 這個我到最後我再來用一下給大家看看 因為這個真的非常的不錯 而且很特別 那實用性質呢 後面用給大家看 大家再去評判它吧 那我們就先出我們要的重點 我們再去玩一下其他的 這台之前我好像有出蠻多喇叭的 還有出什麼 喔我覺得這一台出的商品很豐富啊 超大車子啊 喔 對好像很大 那一個18斤的東西啊 喔 哇那這一台我們打的東西真的很多耶 這個過來 來 但是這麼多補好補滿至少出一個兩個應該不是問題啦 只要有補位 然後呢 只要有補位 出貨會不會 硬要壓 硬要壓 插到底 外丟 有 喔 剛好卡在兩顆球上面耶 這個是 這個 哇 因為我剛剛是要拍 結果它 並不是即時收 所以它會吃的比較深 哇 哇 這是啥 全部擠好擠滿 不相信不出個一個 這樣 都擠好擠滿了 給你插到底 哇 那個球一直在那裡 嘿 過 都差那麼一滴滴 它球滾了一下耶 1 2 全包外丟 直接全包就好了 因為它捏薄沒辦法 就只能全包 過 過 差點 有了 卡洞 一個就好 一個就好 但是它已經過電源了 我們就直接把它挖出來吧 OK 我們至少也順利出了這個 這個是白胚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 settle你要的那個樣式 自己去塗 這個也不錯 給小朋友玩這個 我覺得非常的棒 可以讓它發揮創意空間 那這台我們就出一個就好吧 我們再去玩一下其他的 來吧 我們來享受 出貨感 我們剛剛即使已經打了一小波 出了三個 結果GoPro的畫面 盪掉 然後盪掉之後呢 影片也整個全盪 剛剛前面那三個都沒有出貨畫面 就只好 重新來過 重新吧 但是這台的 真的是完全放送感 這個跟我剛剛講的話是一樣的 全部中心講啊 來了 這個應該拖一下就好 二收 哇超輕啊 那我左右一下 超級大外丟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車車 哇 這個車子蠻不錯的 它是大車裡面還塞了三個小車 非常不錯 哇 不夠前面 不然可能拿得到 可惜 因為它只要前面 啪 就出了 拉一下 拖一下 或是翻一下 應該都直接出 奧蕊 往前 然後 我們剛剛原本想說是出五個就好 結果現在我們才出第一個 影片啦 這個的話只有第一個 那我們就 再享受個 三個就好 還是五個 不可以啊 好 因為這一台是真的非常簡單 基本上都是直接下放 不為自殺 但是現在這個水壺我就不知道囉 這個可能一定要扣到啦 要整個往下面吼到 是也還行啦 但是它跟其他比的話 這個應該算是裡面最難的了 這個站起來 直接丟出來 還說它是最難的 結果直接丟了 好 我們再出個前面選擇兩個就好 我是蠻想要出這一台啦 有了 它剛剛怎麼反勾了一下 有了有了 這次直接拉出來 該可以喔 對啊直接拉就好了 然後還拉到後面的 這是 啾啾 啾 這個 有點高啊 這個應該是直接捏啦 這樣子就好 這台完全下放 我們再出最後一個就好 這邊竟然有個貓頭鷹 雙鷹泡喇叭 這台有點酷啊 我能不能最後是出這一個 這樣子 過來 那一顆應該是鬼滅的 那個小句號 哇 這個砰砰喔 捏多一點嗎 再多一點 這樣子 起來 再多一點 它寫K5耶 K5不是那個嗎 是它 對啊 我這樣捏著捏著就過了 卡洞 而且是真的卡洞 這個如果快保夾的話 這疊起來應該是非常的壯觀 但是我們還是算了 因為這台真的難度真的是非常的低 就留給有緣人來打嘛 那我們最後就出這樣子 我們再去尋一下下一台 好我們來玩一下 這一台 我知道了 嗯先拿 10秒 它秒數夠長 哇 全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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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出貨不難 一個膩就一個 它這邊有公仔耶 好像挖得到耶 對啊 會不會我那邊全部不動 直接膩公仔 可以嗎 可以試試看 但是這個有點阻礙 這個左右給它包下去一下 先脫 先脫先脫 但這個躺下去好像無檔 拖到耶 來了 它會不會耶 對啊 直接出嗎 嗯 直接秒殺 直接秒殺 外丟 1 2 再外丟 可以可以可以 它的逆斜甩全包可以外丟 先補起來 嗯先補先補 這必須補啊 過來 應該可以吧 它那個洞 OK啦 我不相信它可以回去那個洞 我們全包 它一個往前丟 45度也出 完全就是秒殺 還是全包好了 欸 小溪嗎 欸 不知道耶 吸吸看 感覺有點 感覺快吸過去了 欸 踢不起來 對啊 哎呀 哇 包到了 對啊 一 哎唷 那我們就先解掉吧 這樣子 蛤 再給它個壓力 那這個用推的這個兩拍到不了 哎 算了算了 因為我看 我看如果等下它躺掉的話 這個會不會整個被壓在後面去 雖然我們現在是可以直接出貨的哦 只是我們內心就會比較想要打重點 哎唷 來來來捏個薄 捏個薄 捏薄好像可以 嗯 可以可以 哎唷 別再倒啦 我覺得是不是那個啊 前方那一個 卡到對不對 對啊 對啊 好 先把它出掉 別鬧啦 出啦 這樣子 雖然前面一個洞 但沒關係 對 來呀 哇 沒有後螃蟎到 對啊 我給它一個空間好了 我以為這個會脫光 不知道耶 它有那麼輕嗎 也那麼重嗎 左右外丟 怎麼都出這些 我的重點都出不來 哎 撞到了 嗯 撞了一下 但是想 再丟過去 對再丟 來吧 我們的重點 對 爬不過去 哇 哇 再逆一次 中 哇 太輕了嗎 嗯 這一盒應該是不中 但是 一直在想辦法找它的出點 這個角度極致保持試試看 那我這邊這個先打掉 這個 這個都好輕鬆啊 對啊 來來來 極致保脫光 來 在那個角度就變得會很好打 因為那個甩幅會比較大 來 香吉士 休想掏出我的魔掌 是不是這個要先 還是這個 直接越過它 對啊 我也在想要不要直接越過 哇 漂亮耶 解剖耶 對啊 而且那個泡泡這樣有什麼樣子 對 上 能嗎 能直接從二樓過去嗎 過出來嗎 對啊 哇 但是這個位置漂亮 打到45度角也會出 有 哇 這個 這兩拍不行 多段前推8 一個8 哇 這角度 兩拍 再高了 嗯 高了點 OK 來了 甩這個角度應該撥得到 應該不至於撥到右邊去吧 不好說 捏個堡 嗯 應該是撥吧 因為捏個堡怎麼樣好像都是寬 快來了 有了 有了 那最後的那個方盒 可以去看看 小拉 它上面那個好像會下去補蝦味 而且它有補應該很好撥 對 中 還真的就直接補味 但是這個高度 來吧 我們的方盒來了 我以為會直接扭一下 對啊 我也以為 哇 這個如果直接上來的話 撥一下應該就出了 出了 連撥都不用撥 哇 這一台我們直接把它重點都掃掉了 它後面鯊魚下面還有重點嗎 看不到 你還真的有 一隻螺 但是 太裡面了啦 其實我有在想一個點 等一下我們這個拉後面的時候 這個會不會躺掉 它躺掉的話 大平台喔 可是它二樓不是沒有很好打 如果是躺那個高度的話可以 它甩過去剛好都是從上面 啪啪啪就下來了 我們可以小試 因為我們畢竟已經出了很順了 然後這一波就是 打個出貨桿 步驟是吧 那我就整個全全給你推了 你看有沒有看到它真面目了 它什麼 往上抬啊 下去啦 這個要出貨 這個先出貨 好 上去了 然後後面這邊 直接給它 吃下去 哦 那個中 那個我們剛好打一個呢 對啊 同一個呢 好好好 OK 來了來了 來了 再捏個薄 對再捏個薄就好 不怕 這個不怕 怎麼捏到寬 意外意外 來啊 泡泡槍 它的泡泡槍怎麼都覺得有重量 然後捏薄 然後這個下來 我們再出個最後一個 無論是公仔 或者是這顆喇叭 看吧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那這怎麼辦 開路了呢 對啊 路都打開了 然後公仔看能不能拉出來補個位 我們不見得公仔一定要打出來 但是就 看情況 吃得到耶 這個最好捏薄的 太高了 哦 對 這個要直接出了 對這個直接秒殺了 然後公仔 也下來了 這個 公仔能不能直接飛過來 哦 真可以哦 哦 捏剛剛那個捏到 那你的燈也會不要先進去 沒關係 我直接拚了 因為剛那一下 我已經看到他出貨的畫面了 你看我看到他出貨的畫面了 你看我看到他出貨的畫面了 最後一個 這個都來了 這個我們就在 這樣子小拉一下好了 哇 這個不是要捏薄 對啊 那你為什麼捏那麼多 有到很多嗎 有 但是要出了啦 最後一個了 最後一波 穩穩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享受這波出貨感吧 我們去把東西稍微集中一下 好 我們今天夾完了 今天我們總共夾 這樣子吧 今天出貨感真的幾度滿 今天總共出了幾樣啊 二十幾樣 而且我們出這二十幾樣都非常非常的順 好像沒有一個打 特別多 包含那個最大盒這個 好像我看好像也還好 雖然有小卡了一下 但是我們做有做一些補位 所以出的也算順 然後公仔這些 剛最後那一台就不用多講 整個一路順暢 連最角落的那支裸好像也打沒多少 我就直接從最角落直接打出來了 而且是直接噴 直接噴洞口 直接噴在洞口上面 撥一下就出了 後面這一波 出貨集碎 但是我們最後呢 要來開箱一樣東西 那樣東西是我在FB上面 我有看到 覺得特別不錯 而且我還有買喔 結果今天竟然在娃娃機看到 我們就來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折疊拖把 迷你強力吸水 然後他懸掛收納 重點那個是我是在網路看到他的那個 收納功能 還有他的方便程度 我想說買來玩看看 就用了一下是覺得 特別 好不好用見仁見智 我是覺得還好 但是很特別 所以我就用給大家看 那一個商品打開 就會長這樣子 就會有一個棉條 然後這個應該是防塵蓋之類的 然後這邊就是裝這個棉條的 他就很簡單 他好像就是這樣子扣上去 然後這邊再扣上去 然後操作給大家看 就是你今天吸水嘛 吸吸吸吸 你手指放在裡面 有沒有 就是 就是你這樣吸水 吸一吸 然後你就去洗手台 琉璃台 那邊你就這樣擠一擠 有沒有 就是跟以前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只是他把它精簡化 變手指就可以操作 而且這個 好像比我 自己在FB上面買的那個好多了 我竟然在FB上面買的比這個還要爛 一樣的東西 但是他 我買的那個 這個 行程 很卡 但是這個挖機打出來的反而比較好 還有防塵蓋 我網路上買的那個沒有防塵蓋 你看這防塵蓋 然後他的收納 他說可以懸掛 就是像這樣子 你可以掛在掛鉤的地方 雕用的時候 你看打開 打開 嚕嚕嚕嚕 濕了 去流離草上擠一擠 有沒有 然後再吸吸吸再擠 這個就是可以重複使用了 然後之後就是 只需要去買 全新的棉條就好 所以這個我那時候就是看在網路上覺得 蠻方便的 買來玩玩看 那我們今天抽獎要抽什麼呢 我覺得不如就讓大家用看看這個商品 因為這個商品呢 這一次還比我那隻好 而且這個用起來的感覺 順暢度 非常的不錯 那我們就抽獎抽這個 折疊拖把 抽獎送給大家 那這個的 抽獎把這片尾大家看一下 喜歡的影片就到這邊 期間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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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